根据当时现场运行情况 这架B737-800飞机编号B1791飞机机灵6.8年 起飞前符合试航要求 技术状况稳定 机上机主9名 机主人员健康状况良好 飞行精力符合局方要求 该航班13.16从昆明起飞 正常飞行14.21左右 飞行至广西无洲上空 地面监控系统显示该飞机高度突变 并随即失联客机实施 东航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迅速向民航局 应急管理部等上级部门 报告有关情况 第一时间成立9个专项小组 工作组当天就抵达广西乌州 全力以赴开展有关工作 机上共有旅客123名